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早上好 又是早上八点 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做 现在我们要开过去一个山 叫纽背山 然后我感觉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湖 然后那个湖叫红海泽 对 我的同学告诉我这个山 那个牛背山的日落也特别好看 所以希望今天的日落比昨天好 好 那我们走吧 我们现在在红海泽 就是这个很大的湖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湖一般是冰的 然后一般是水 我觉得特别冷 这个风太大 我的耳朵已经没有感受 不过你在这个冰箱 走路会裂开 所以非常危险 我可以给你们看裂开的过程 你们看 哈喽,我们到了牛贝山,你们可以看一下,我们已经在最上面了,然后在这个相机后面是我们要住的地方,在我的后面是非常美的风格,在我的左边是一会儿要看的日落,然后我们在玩这个翘翘板,这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,那边也有,我们可以看看, 我们可以多看看吧,感觉我们还要等半个小时吧,所以我们可以多玩一会儿,好,我们走吧,这个好看。 你好,我可以帮你们拍你们俩的照片吗,然后可以发给你之后,可以吗,我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照片女士,好,等一下,三二一,好,三二一,三二一,可以,可以,好看。 我们来这里吧,可以,谢谢,谢谢,好,来,三二一,可以,等一下,等一下,好,帅,三二一,可以。 可以,可爱的,可爱的,他可以加你们的微信,微信,然后发给你,对,可爱的,我们可以一会儿,谢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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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今天不是歌手,是照片女士,可以啊,可以,不用谢。 好,等一下,好,等一下,好,三二一,三二一,三二一,可以,不用谢。 我可以给你们看,这个房间,是不是太好,是不是非常好看。 好的,我们到了我今天的房间,是一个很特别的房间,你们一会儿可以,就是我可以拿这个相机给你们看,这里面是一个圆圈,我觉得非常可爱这个床。 我建议你们来这里住一天,因为我觉得你们就是非常的方便看日落,看日出,我觉得这个Vlog真的安排的很好,因为我感觉每天会变越来越好,我觉得今天是最好的。 虽然我觉得今天的日落,比昨天的日落没那么好看,但我觉得整个风景,我觉得比昨天好,也不一样,因为今天我们也可以住在这个山上,所以我觉得也有很不一样的经历,我感觉我完全没做过这样的事情。 所以我觉得是挺酷的,我真的很喜欢很自然,很拟质的地方,真的很喜欢冒险,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来一个很新的地方,然后看很新的东西,我觉得都很值得。 明天我们很早,应该差不多五点六点要起床看日出,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今天的房间,然后这里是我的床,看起来很舒服是吧?也很暖和。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画面,这个花是明天我们要看的日照金山,对吧?yes! 就是明天早上会看这个,我感觉这个山是我们今天看日落的那个山,然后你们可以看这里是我的厕所。 但是我感觉我今晚不会不会洗澡,因为我感觉会感冒。差不多吧? 差不多吧?好! 拜拜,明天见! 在这儿,这个是卫星。 我觉得来这里是最值得的一个地方,因为我昨天晚上,我一个人在我房间外面,一直坐着。就是虽然很冷,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来了这里,来了那么特别的地方,我不能一直在我房间里坐着。 然后需要在外面,就是多多感受到这个氛围。所以我昨天差不多一个小时,在外面坐着,然后一直在看星星。 然后昨天看星星的时候,也看到了很多就是流星,shooting star,卫星。 真的,看到了一个卫星,就是人真的能看到卫星,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然后看到了一个流星,然后I made a wish,and I was like,我希望就是我这个专辑。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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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。 我觉得来到这样的地方,会让我很开心,而且我感觉会给我就是新的energy。 所以我很开心我们这次来的这里。 就是虽然昨天没睡着,今天在六年起床嘛。 但我感觉我还是很开心,希望我生活里面可以多有这样的工作。 你们可以看我昨天拍的,就是我最喜欢的几张照片吧。 这是一个很复古的,就是很难拍的这种,我觉得它很适合这个。 就是,是因为它,是因为这个相机,是因为这个风景,这个,这个照片我觉得是很,很美的。 然后,这个,我感觉这个和这个,因为他们俩的reflection,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就是我觉得,我比较喜欢这个,因为我觉得是比较dark。 因为有这个,是比较,就是有那种恐怖的。 因为感觉是我喜欢,我经常拍照的时候,就是用手机,感觉我没办法能拍得那么好。 但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相机,我觉得,我真的觉得我找到了我以前有的,就是对相机,对拍东西的灵感。 所以我很开心,我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,就是用相机来做工作。 我觉得,因为我可以combine我的爱好,还有就是工作,就是拍东西。 我感觉是很不一样的。 我很喜欢创作歌,我很喜欢拍东西。 因为都是这种creative expression,所以我很喜欢,对。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有这样的机会,我觉得是很特别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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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束吧 我觉得这一次可以来四川拍这个Vlog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这一次可以来很多不同的美好的地方 美好的山 比如 雅拉雪山 四姑娘山 纽贝山 余子熙 我觉得都非常好看 我觉得这一次我的同事安排的很好 所以我很开心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拍的照片都非常好看 希望在未来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可以来很多不同的美好的城市 美好的地方来拍Vlog 谢谢大家下一次见 拜拜